邻国新加坡在6月14号平地一声雷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李伟玲打响投炮之后 弟弟李显阳每一天都在脸书炮轰哥哥李显龙腐败烂权 作为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除了向子民道歉之外 还承诺会在7月3号国会复会时回应种种指控 距离7月3号还有4天 李显阳已经迫不及待再度炮打司令台 抨击这场国会咨询仅仅仅是哥哥掩饰自己的平台 他认为事情绝对不会在国会获得公平透明和完整的表述 他还质疑新加坡国会议员都是硬生虫 为了政治虔诚只会拍上头马屁 措辞之强烈实属罕见 李显阳连日来的举动 除了让新加坡当权者难堪之外 也掀起了一场讨论 一些新加坡网络论坛甚至出现李显阳和李伟林 是终结人民行动党PAP垄断的希望 毕竟新加坡过去50年来很少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泄密 揭发当权者滥权的证据 正所谓解铃还需寄铃人 由李光耀建立起来的政权 难道真的会由自己的孩子亲手推翻吗